中部地区有一名30岁的男子 他因为工作时从高处跌落 虽然只有轻微的受伤 但是过程中疑似遭到尖锐的物品勾到下体 一颗搞丸竟然掉落在地面 一颗搞丸竟然掉落在地面 那么他们的对手呢将在 日本队 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块 没脱出 领头比较紧 没设计好 做了半天 对 准备了 准备了 但是前半战中间 组织的领导 尊重的领导 有些好努力 后半战的领导 不保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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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比赛已经结束了 虽然很遗憾 没有能够取得让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的球迷在猪雀体育场现场 四万一千名的球迷 他们不离不弃地陪伴着国族 走到了最后一秒 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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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following her victory speech Kim asked her and her supporters to say a prayer for Gina Roberson who remains hospitalized for a stress-related illness Kim says her and Gina will remain friends and work together in this Harrisburg community working for you tonight in Harrisburg Dave Marchesky ABC 27 news 但是要话说回来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在游客的感受 这样我们旁边就好有个大姨 走了 我们来问一问大家在园区内 游玩的一个感受怎么样 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喜欢儿子 为什么会想到来看花灯 年校规定 年校规定 过 over a decade but recently they found that controversy has come home to roost in their very own backyard an infestation of Canadian brown finches which is a small part I guess I should have seen that one coming 五十一分左右 我员工有一个跑上来 跑上来到办公室 然后叫我不要下去 所以说下面打架 此时在一楼的游戏厅 一伙穷凶极恶的男子 正在大肆打杂 从监控录像可以发现 实施打杂的一共有五名男子 他们手持砍刀和钢管 气焰极其嚣张 事主立刻报警 但警察赶到现场时 涉案嫌疑人已经逃离 短短几分钟时间 网吧一名工作人员被砍伤 财产损失十多万元 随后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堂分局 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侦查 根据民警摸牌掌握的情况 参与打杂事件的这伙人 竟然都是工作在娱乐场所的保安人员 我们现在呢 马上和我们前方的记者杨毅连线 杨毅现在呢 正在胜皮的宝 马上呢 摩洛多队和伊朗队的比赛就要开始 我们和杨毅连线了解一下 比赛之前的一些情况 你好杨毅 你好 可能我们的这个连线呢 受这个技术的 因为当地这是要通过网络来传播的 那么在那个区域 如果使用网络的人一多 你不问问题我怎么回答呢 服务商所提供的这个信号 条件不是非常明显的话 都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刚才我们看 冻上 физ冻扮演 冻上峰 今天福富扮演 denken 航 zd 小型 今天 如果 肯定 記錄을 세울 것으로 예상됩니다